小沈阳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小沈阳爆火后 最对不起的人是宋小宝 因为他是靠抄袭宋小宝出名的 很多观众曾质疑宋小宝娘娘腔式的表演方式 是在曾师兄小沈阳的流量 为此 宋小宝心里说不出的委屈 后来小沈阳在节目里郑重问宋小宝 会不会怪自己 宋小宝微微一笑没说话 第二 小沈阳觉得自己的爆红很邪乎 2009年春晚正式演出前13天 他被赵本山拉去救场 因为要捧的是鸭蛋 所有包袱都在他那里 小沈阳全程只需要照剧情去走 所以彩排时小沈阳的表现并不出彩 没想到最后 李鹏的主角鸭蛋没火 他反倒火了 第三 对于小沈阳的突然消失 赵本山道明真相 他说小沈阳红得太快 属于一点就上天的那种 今天谁都不认识他 第二天几乎中国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了 小沈阳没有经历从不火到火 这个过程的洗礼 他需要一段时间来销火 需要沉淀自己 当然嘴上也得有个把门的 第四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再红得红过2009年的小沈阳吗 但这种现象级的爆火 让一直默默无闻 甚至解决温饱都是问题的小沈阳 他自己都蒙 小沈阳手灯春晚后第二天 剧场门口吴泱泱 全是要一睹他风采的观众 甚至他的老家三天两头有记者去采访 而他也没闲着 一年就接拍了九部电影电视剧 第五 小沈阳在爆火后那几年 忙成了空中飞人 他每天穿梭在各个城市 平均两天换个城市演出 所以他不是在演出 就是在飞往下一个演出地的飞机上 因为太忙太累 导致他情绪很烦躁 经常跟演出方闹矛盾 甚至粉丝找他合影 他都无法控制自己不发脾气 以至于大家都说他飘了 第六 小沈阳也是有功夫在身的 因为家里很穷 他的父亲为了能让他有点出息 在他13岁时 父亲便把家里的瓦房卖了 给小沈阳凑齐学费送去学武术 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 他不得已退学回家 跟妈妈一起唱二人传赚钱养家 第七 刀狼很欣赏小沈阳 小沈阳早期演出时含刀量非常高 他很多演出节目里 演唱刀狼的所有歌都没有拿到版权 对此 刀狼大方表示 小沈阳很有歌唱天赋 不做歌手可惜了 第八 小沈阳在拍唐人街探时 陈思成为了增加效果 特意让小沈阳戴上了能放大双眼的老花剑 对此小沈阳很郁闷 因为看不清 所以他拍戏时都是凭感觉演完所有戏份 第九 小沈阳真名沈赫 当初他为了和沈春阳搭档 特意把名字改成了沈阳 后来他总觉得这个名字太大了 怕自己压不住 没想到朋友给了他灵感 他的一个朋友每次叫他名字 都喜欢在前面加一个小字 沈阳又一合计 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小也不错 没想到一名改完后 他真的爆火了 第十 小沈阳19岁时 对16岁的沈春阳一见钟情 奈何郎有情且无意 小沈阳连追几年没追上 一方面是因为沈春阳还小 另一方面是因为 沈春阳无论是知识程度 还是受欢迎程度都比小沈阳高 小沈阳无奈放弃了这个念头 没想到 在平时的合作中 沈春阳对小沈阳日久生情 开始倒追他